当一种号称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难题的神奇乳霜出现时,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? 一种科技的发明改变了世界,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穷人,没有天才,没有疾病,没有字眼短缺,彻底实现了世界和平。 然而这个世界真的是我们想要的世界吗? 今天我们要讲的短片叫做《神奇乳霜》,这部短片的主题和画风都十分的诡异。 好了,废话不多说,直接开始吧。 在经过六年的分裂,锻造,粒子碰撞,老博士成功研发一款神奇乳霜。 这款乳霜有多神奇,说说我们最在意的外貌,脸部的斑纹一抹就变光滑奶鸡,鸡形的鼻子一抹就变高挺的鼻梁。 术后的截肢一抹居然长出新的手臂,顺带送上一款24K戒指。 乳霜还拥有高科技的智慧感知系统,能够检测出人类的身体问题,自动校正细胞分子结构。 例如将一个天生的丑八怪变成一个大帅哥,将一个老人变成帅小,将一个腿骨折的人恢复健康身体,甚至他还能将一个死人复活。 然而他的作用不止如此,神奇乳霜不仅适用于人体,他还能够修复任何东西,让电视机拥有信号,让坏掉的车子重新运作。 因为神奇乳霜的存在,让损坏这个名词拥有了坟墓,因为乳霜作用非常承大,所以它很快就被运用到各行各业,例如医院,医生根本不需要看病了,给患者吃点乳霜,他就能恢复。 再抹一点乳霜,衰老的皮肤就变得光滑细腻,再抹一点就整出金手链,金戒指,金手表。 再抹乳霜,白发变成了黑头,病患全体出院,大街上人人穿金带银,钱都是用篮子装的,任由他掉下来,大家都躺在自家的院子里晒太阳,啥事都不用做,想换车就用乳霜抹一抹,什么名牌车都立马到手。 以上只是物质生活的表现,再来说说精神层次的改变。 脑子不好使,来一针,焦虑烦躁,来一针,心理疾病,来一针,弱智问题,来一针,疲劳乏力,来一针。 有了乳霜后,狗都能做傲术,有了乳霜,你不在空虚寂寞,有了乳霜,你可以想到大量的灵感。 如果还不满意,你大可泡在里面,将你的肉体和灵魂融合在一起,极乐升天。 最后花着一道光,飞离地球冲向宇宙,随着它的影响力不断地扩大,各界媒体纷纷提问,作为万物的救星,神奇乳霜这么好使的东西,会不会有资源用完的那一天? 老博士解释,大约在半年前制作乳霜的材料就已经用完,如今的乳霜可以强大到可以进行自我复制,达到了永不耗熟的状态。 既然如此,让沙漠长出绿植,让非洲烂民摆脱疾病,复制食物摆脱饥饿,修复被污染的水源,统统都不在话下。 于是大家都意识到一个问题,乳霜的广泛使用让钱变得没有价值了,这个世界上没有了穷人,资本家们不高兴了。 为了冲回原来的规则,他们开始利用媒体制造乳霜的负面谣言。 报道一说,他给人们带来抑郁、癌症、艾滋。 报道二说,老博士是强奸犯。 报道三说,乳霜是毒药。 报道四说,乳霜原料缺自于死因。 报道五说,已经有人死于乳霜,然后附上不知从哪里来的雀巢证据和录像带,证明乳霜会带来战争,让百姓民不聊生。 还招来恐怖分子引起动乱,复制的食物携带病毒,吃了就会得艾滋。 在媒体的大肆报道之下,大家都对乳霜心生恐惧。 政府为了大家安全,开始没收乳霜,集中销毁。 窝藏乳霜就会被逮捕入狱,摧毁乳霜修复的沙漠绿背,没收非洲难民的食物。 至于老博士,他被指控强奸,拒捕,损害科学,再也不允许踏入实验室,将会在监狱里度过一生。 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,没过多久,他们又退出了新版乳霜。 巧的是新版乳霜和之前的没啥差别,最大的差别就是,你需要花钱购买。 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。 我们生活在被利益集团打造的虚假世界里,身处谎言而不自知命运被编织,思想被洗脑,人生被操控,但你也无能为力,无所适从,无可奈何。 因为人们只愿意相信他们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世界,而真相往往扑朔迷离,石沉大海。 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,活着开心就好。 我是狗猫,每天带你看有意思的短片,记得点赞关注,点点赞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